大家好,我是阿列 今次我又來到高田馬場 高田馬場都是屬於拉麵激戰區 我今次要去吃的就是這一間 Yakiman Tsurugi 這間店鋪在台北Loggo是3.56分 就清不上高分 但我看到有人推薦,所以就想去試一下 而這間店鋪也是他們的官方網站 就是有介紹他們的麵,在錄完之後會先煎一煎 也有介紹他們的湯,除了豬骨,魚介類材料,蔬菜 都會用薯仔去煲 就可以令湯再濃厚一點 而這間店鋪的叉燒是不同的 他們不用捲的,他們就會在一塊大的五花腩裡 切一大片出來給客人 而蛋方面,他們就不是用平時的味肉 就是一隻煎蛋 看到這麼多的介紹,事不宜遲去試 就在高田馬長站的早稻田口 走出去,然後轉右 然後直走就會看到這條馬路 就在這條馬路上過馬路 過了馬路之後,轉右直走就可以了 之後就會看到上面有一個牌 叫做Mini Mini 就在路口轉左 然後再直走 這條是斜坡來下斜的 接著就會看到這間Family Mart 然後又轉右走到這個路口就可以了 之後就在這條路直走 走到看到這間MID的泊路之後 就到了 就看到這一間Yaki Menzuru Gi 而這間店的營業時間都長 由早上11點半開到晚上9點半 不過就每逢星期日休息 門口前面還有一個Menu 這一個就是這間店的自動售票機 上面那一行藍色的就是賣Yaki Men燒麵 而第二行紅色那一行就是賣普通的拉麵 如果對拉麵沒有什麼概念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它貼在自動售票機右邊的一張Menu 就有圖 而我這次選了正中間的MIDAWA Yaki Men 看字就是木肉燒麵 就是比普通的Yaki Men多隻煎蛋 當店員收到食客張票之後 店員就會問食客是要大還是中的尺寸 而我這次就選了中 而這間店鋪座位的格局就是這個樣子 都尚算闊落的 在座位的上面 就會有些配料和調味料給大家選擇 會有一味粉 辣粉 紅薑 或者是黑莓椒都有 而這間店鋪都是他們的推薦食法 我稍後就會慢慢講解 當客人把那張票交給店員之後 店員就會先送上這個木魚碎 大家第一個步驟就要先把這些木魚碎 先硬碎 要硬成粉末 大概是這個模樣 我點的麵就送到來了 先看一下這一碗麵 湯油份已經反光了 蔥花很多 太陽彈有一隻 中間是生的 會有很大的五花腩 麵都可以看到是煎過的 然後就看看湯 筆那一刻已經感覺到很稠 而且油份真的很多 然後就看看這個YAKIMAN燒麵 看看它煎成怎樣 煎得很乾身 上色的 另一面就是這些未煎過的極泰麵 來的 看看那塊五花多大塊 這塊真的很長 一層肥一層瘦 一層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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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筍 都算粗 很新的 這個麵我就吃完了 那我就分享我吃的過程 和感受 剛剛有說過第一個步驟 就是先磨一些木魚碎 第二個步驟就是先試湯 我第一次喝下去 我覺得很粉很稠 那些薯仔真的有作用 而湯也會散發一點點 朱骨的香味 而湯的味道就不算濃 而第三個步驟就是把麵和湯拌勻 再試一下湯的味道的變化 拌勻之後 是真的有很少量的焦香味 加進湯裡 而第四個步驟就是要試一下麵 因為麵一邊是煎了 一邊沒有煎到的 會有兩種的口感 當我吃下面那些沒有煎到的麵 是軟的 但吃吃下都會吃得脆的部分 那個感覺的差距是挺好的 而且麵也帶有少許小麥的香味 第五個步驟就是 把我之前磨的木魚粉加進湯裡 加完木魚粉之後 湯就變成這樣 很重的木魚的香味 那個變化挺大的 而到最後 第六個步驟就是 把客人自己喜歡的配料 或者調味料加進去 但我覺得之前的變化已經很足夠 所以我就沒有再加了 那就講一下其他配料的部分 講一下這塊叉燒 這塊叉燒有肥有瘦 肥的部位軟 瘦的部位肉味也很夠 十分之好吃 而且真的好大塊 而這條筍呢 就僅僅合格 口感OK的 味道呢 就未至於沒有味 但還是不夠味 比較淡的 至於這隻蛋呢 就是一隻普通的煎蛋 沒有特別什麼焦邊 那些東西 整體上來說 這碗麵我是覺得好吃的 湯和麵的配合是有的 因為本身的湯 就已經比較稠 麵條不需要太多吸湯 湯都會自動掛上去 再加上麵 本身就煎香了 就更加容易吸湯上去 而且湯的味道不濃 吃下去是舒服的 味道上是好吃的 但煎過的麵 那個焦香味 就有少少蓋過湯的味道 而麵的部分 因為麵有兩種口感 有脆有軟 吃下去感覺到變化很大 這一點真的可以加分 而這塊五花腩叉燒 真的可以再為這碗麵加分 雖然我這次是喝不少湯 但不特別是不好吃 只是湯比較油和稠 所以我喝不少這意思 雖然這間店舖 他太比樂工的分數不高 但我覺得這間店舖是值得推薦的 另外就是這間店舖的油煙味 比較重 那去之前可能穿衣服就要注意一下 那這次的介紹就到這裏了 這間店舖的資料 我會貼在下面的info box 有興趣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給我一個Like 有什麼想說想問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這個頻道主要是介紹日本的東西為主 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多謝收看拜拜